核叉问题 甲鱼零三种母猪生的 甲和鱼生了 直到宅 鱼和鱼生了 咋思 甲和鱼生了 咋思 这就要你求假生了多少个宅 同学们仔细来看 这个核叉问题怎么来解决 我们由这一个一支条件和这一个一支条件 我们可以知道 鱼生的宅的数量是怎么样的 固定的 固定的不变的 但是现在这里是八个 这里是六个 那么我们就能算出来 实际上这个乙比这个甲多了 对 也就是八减六等于 这个求出来的是乙和甲的 差 对 好 差出来了 接下来甲和乙共生了十个字相对于 就是 对 合出来了 差也出来了 那么我们以前学的那个合差公式用起来 这个甲就相当于是小书的 那么小书就是 可 减 除以 二 三 四 四 个